一名男子不小心腿被卡在了列车站台间隙,他不停挣扎着想把腿挣脱出来,但他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使自己挪动半分。 在上班的早高峰时段,一名男子着急上班,大步朝列车走去,谁曾想,意外就在此时发生了。 这名男子登上列车的时候突然脚下一滑,摔倒在了列车门口处,把腿卡在了站台和列车之间,情况危急万分,如果列车发动,男子就会有生命危险。 周围的乘客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,连忙叫来了工作人员查看情况,工作人员在确保列车不会开动的情况下, 尝试着扶住男子让他把腿拔出来,但是没有成功,男子的腿实在是卡得太紧了。 渐渐地过来查看男子情况的人越来越多,大家一边同情男子的遭遇,一边出谋划策,想尽快帮男子摆脱困境,减轻对男子腿部的影响。 于是站台上的人自发地走到列车旁,把手伸向列车,想让列车倾斜,增加和站台间的缝隙,几乎站台上的所有人都加入了救援的行列。 众人齐心协力,经过了两次的尝试,终于在第三次时推动了这列重达90吨的列车,成功让男子脱离了被卡的困境。 并且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,营救十分及时,男子没有受伤,腿也可以正常行走。 这名男子遇到意外是不幸的,但他本身又是幸运的,遇到了这么多愿意帮助他的人,没有人抱怨会因为男子的被困而上班迟到,大家都在积极地想办法营救他,纷纷伸出援手,而这就是人性中最闪耀的品质,善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